可在那之前我会杀了你 是吗 我已经安排好了 若是我死了 大靖和北迪都会知道 萧将军中了紫色琉璃 阿赵公主又不傻 科洛亲王失败之后 他们之间彻底决裂 他自然要有保命的手段 萧靖寒犹豫了 你若是不带走白诚意 我倒是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 说 这次神殿选中的圣女 是萨尔木亲王的女儿鼓励 圣女到神殿的时候 神殿的大门会大开 举行隆重仪式 届时神殿需要黄庭的人帮忙 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不会是想穿通北迪神殿 然后来个瓮中捉鳖吧 我只是告诉你 神殿最容易潜入的时候而已 怎么决定 是你的事 萧靖寒和义清对视了一下 这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迟早会来带我义兄回去 萧靖寒说完 带人就走 哼 没毁了你要守护的东西 就毁了你最在意的人 阿扎公主说着 把一边的两只鹰笋给放了出去 鹰笋刚飞出玉蝶殿 就被萧靖寒射了下来 看来她还真是准备好了 这个阿扎公主竟然不守成信 夫人先回去 我去把义兄带上 阿扎公主公主